生命纪第十六章 你要守雅比月 向耶和华你的神守愉悦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雅比月的一个晚上 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要在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 把羊和牛做愉悦节的祭生 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吃这祭的时候 不可和有效的饼一同吃 七日之内 你要吃无效饼 就是困苦饼 因为你是急急忙忙从埃及地出来的 好使你一生的年日 都可以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 七天之内 在你的全境不可见有效 第一天晚上 你腺的肌肉一点也不可剩下 流到早晨 你不能在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任何一座城里 宰杀逾越节的祭生 只能在耶和华你的神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 晚上日落的时候 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刻 宰杀逾越节的祭生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选择的地方把祭肉煮了吃 到了早晨 你才可以回到家里去 六日之内 你要吃无效饼 到了第七日 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圣会 什么功都不可做 你要计算七个七日 从开帘收割合教的时候算起 共计七个七日 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举行七七节 照着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你的 尽你所能地献上你手里的甘心祭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以及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 孤儿和寡妇 都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欢乐 你也要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你从河场上和榨酒池里收藏了出产以后 就要举行祝鹏节七日 在这节起以内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以及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寄居者 孤儿和寡妇 都要欢乐 你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要在你一切土产上 和你守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你就满有欢乐 每年三次 就是在除孝节 七七节 祝鹏节 你所有的男丁 都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朝见耶和华你的神 但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 个人要按手中的力量 照着耶和华你的神赐你的福 奉献礼物 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各城里 你要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要按着公义的判断审判人民 不可趋往正直 不可寻人的情面 不可收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使智慧人的眼变瞎 也能使义人的话颠倒过来 你要追求公正 公义 好使你能存活 并且能承受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 做产业 在你为耶和华你的神 竹的祭坛旁边 不可栽种什么树木 做亚瑟拉 也不可为自己树立神柱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恨恶的